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都是肚子命都 肚子命运我真的很难 我们两个都是火 一讲都是肚子 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徒弟 应该2016、2017那些时间过来跟我学八字 后来就入门 现在已经是六任全教的师傅了 很失礼 也跟着我六七八年了 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赞好我们的影片 同时留言支持我们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焦点FMTV 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综艺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还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货 记住名额有限把握机会 为什么他来呢 就是他的同事就是我的徒弟 他这个人那时候就很不开心 他是一个基金公司的秘书 即是大秘书 直接跟着基金经理老板 但是他很不开心的 要吃药的不开心的 精神病 所以他就要学八字 要拜神 很多小仁 要化解 看了他的八字 那就振两句吧 就是跟我学的 那这些说真的 第一 好似化格 好似化气格 夹几化肚 是的 嗯 第二 财观格 嗯 那我们就不会这么武断 说他是什么的 都要问一下 是吧 那么就 首先这个人很多桃花 如果他是化气格一走木 就衰得不得了 嗯 那这个如果是正格的财观格 那走这两个魂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嗯 是吧 很漂亮啊 如果走财观格 那么多桃行夹人月卖 是不是真的威得不得了呢 嗯 我问他 月卖夹人是不是很威心啊 那么第一个魂 当然不是那么努力 是吧 丙实 那么就 嗯 嗯 他家里呢 他哥呢 就 经常欺负他 嗯 那欺负他呢 就是 一拳就窝下去 那只 那只 他妈呢 为了分开他呢 就将他 送了去加拿大读书 嗯 有易卖啊 易卖带印啊 看到 那么他去加拿大就很专心地读书 所以说没有人可以索扰他了 那么就很多 拍拖啦 月卖的桃花啦 夹人也是夹几盒啦 那些男朋友的质素也都非常之高的 嗯 嗯 那很开心 那直到他 他 嗯 见我那时 刚刚就是 2016 2017 刚刚就秉身 丁有 雙用神 对啦 人身冲啊 雙用神 有金啊 过来就 因为他是财官 就是用神来官升 就是用木 就是寄金的啦 刚刚那两年他就要吃药 手都振了那些 其实呢 我访问过他呢 他是很严重的财官格的 嗯 的性格来的 嗯 极度完美主义 就是 例如那杯 就是 帮老闆洗完这杯 他就一定要放45度 嗯 接着老闆放完45度 旁边的同事那杯 他就搞人家45度 嗯 接着搞一下搞一下 全排要45度 嗯 就是那些很癫的那些 接着写个字好像打印出来的 哈哈 就是我看过那些小字 好像打印的 每个字一样 打印的 那种电脑 就是财官格啦 就是财官格啦 一看就一动手就知道财官格啦 那 是不是我说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是师傅 他就当金科肉类 他背了我所有东西的 嗯 他连我的口头蝎 他都是 最熟的是他 说我的口头蝎 很似的 嗯 所以他就知道他是财官格啦 嗯 好了 那其实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财官格 是吧 那为什么不开心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嗯 如果纯粹是财官格呢 就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可惜呢 他玩些什么呢 他自己化肚 嗯 他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 最想对着我们 他也是这样的 他将他的想法 握了给我们 嗯 他最大的痛苦来源是什么呢 女人一定是讲感情啦 另外就是工作啦 现在女士有工作 他就是逼他老闆听他之谜 嗯 那是不是很糟糕 挺恐怖的 就是老闆给你 那你有没有可能 要指老闆做事呢 嗯 管家婆 嗯 另外当然是控制男朋友 嗯 这一样 他就把隔木化做多好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变肚变肚 你不是木 那你肯定是反抗的 是 因为他人家在走这个运 嗯 那痛苦就是这样 嗯 那我就知道他的痛苦的来源 我说 你 你是怯 因为你的格格是财官格 你不是化肚 嗯 你化肚是会死的 所以他证实了他化肚是会死的 就吃虐了 嗯 精神病 他做不到嘛 那男朋友不听他说 老闆不会听他说 那老闆不听他说 老闆是为了避他加大量的工作 嗯 就是一件 你搞我嘛 我给你两件 嗯 那你占了你的时间 到你搞完你走回来 我给你多一件 嗯 所以呢 他在工作那里呢 就去到崩溃的境界 是 因为老闆不想见他 就是这样挣东西给他 他自己想化肚 走木云不让他化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很神奇 是 算命有这些 是个命主自己选 嗯 是不是很有趣 嗯 那我就要告诉他 我见到嘛 他见到他很不开心 嗯 那我经常在哭 我们经常说 他吃指甲 拔头发那样 那些精神病 嗯 接着呢 我告诉他 不是这样 我说你如果纯粹跟你老闆 大家协商去做事呢 就很开心的 因为始终是用神 嗯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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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勸了他几年呢 我想是2019年的几何年呢 嗯 那观星就黄了 嗯 那他知道自己不对了 很难的 大哥 你向着这些这么多比喻的人说 他要他认不对呢 真的 真的只有我做到而已 嗯 那他认不对 那他认不对 出现了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老闆出二十个月亮给他 嗯 因为老闆都觉得他进步了 你不搞我嘛 哈哈 老闆是很多钱的 他给二十个月亮 他咯 接着就求我带他买一只AP 嗯 现在带了几只AP了 很厉害 哈哈 那好了 那现在走贵丑运啦 那当然继续靓啦 嗯 所以呢 因为他说八字要调后 现在开始入水运了 嗯 那财观隔 那就是财观隔了 他不化肚子就是很漂亮的财观隔了 是不是呢 他化了肚子就没有运行的八字了 是啊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八字就叫做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一念地獄 其实你是可以有得选择 因此你同一个八字的人走到中路或者尾段 你可以整个人的成就是可以差很远 是啊 那你就是万法为心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其实命运可以改的 但是就不是说给你一条符 很简单 但是建什么啊 是根本是要你了解 所以八字其实真是用来怎么样呢 就是被人了解自己 嗯 接着我们也交回那个材败的权力给你 你自己决定 你想继续吃药 是 那你继续化肚 是 那你觉得不开心你想见 你麻烦你盖牌你听我说 嗯 你是财官格 嗯 对不对 你是财官格 催眠自己是财官格 是啊 你是财官格 那你就可以很开心 是啊 那就能走到财官了 因为他真的走财官运 如果他不肯变财官格 就是一直都没有人走 最后可能会死掉了 走这个任指运就可能会死掉了 是啊 那财官格就漂亮得不得了了 丁任又合回目了 对不对 那当然是漂亮的 对不对 嗯 所以很棒的 他爸爸妈妈才好笑的 那初头 因为他已经是精神病 要吃药的嘛 嗯 那初头说 我要去拜神学算命 他已经 哇不是吧 就是读饱书 加下带 对不对 那些 他有一些写符都挺漂亮的 那中文他不是怎么识的 但是写符很漂亮 那初头他爸爸老母 以为他入了邪教 那就跟着他过来了 嗯 那后来看到他跟着我之后 他又孝顺了 又不用吃药了 嗯 他说这么神奇 所以他说 他父母都会跟着他来拜神的 是见着我的 就是他母的 他父母就捉住我的手 就情深缓缓 就多谢我 哈哈 就是救他 就是这么神奇的 所以学八字好 我们八字是救到人的 是的 就是可以另一种宗教 等同于 可以这么说 另一种宗教信仰 不过要认着我们 是我们的 正常一点 有些不正常的 搞人家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 OK 有八字摆上去 那些 那些不行 那些不行 我们要问个命主 是 我们才敢拿出来 是 这个八字 我觉得挺有参考的价值 这个八字一点 真的 因为不是经常看到的 就是这些 虫乳不虫 化乳不化 是 是 好了 我们继续 下一集 分享第二个女命 好 拜拜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赞好我们的影片 同时留言支持我们 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焦点FMTV 焦点是一个 推广知识共享的 综艺网络平台 你绝对可以在这里 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网站 专页连结和联络方法 还可以领取网站 免费公开网货 记住 名额有限 把握机会 请不吝点赞